歡迎光臨 晚安 我是阿關 這部新聞 這是新聞背後的真相 殺警奪槍案 兇嫌雖然已經落網了 但事實上如何避免 下一場悲劇的課題才正要開始 我們剛才介紹來節目現場的來賓 邀請到萬華警分局員警張景義 主持人你好 據說你曾經因為開了槍之後 禪送六年 我們來談談你的經驗 同時邀請到前新市警官新聞院 阿關好 大家好 邀請到近視專家謝松善 阿森塞 阿關好 大家好 前新市警官高仁河 阿關好 大家好 聯邦牧師陳文斌 賓狗 阿關好 大家好 邀請到資人媒體人邱明玉 大家好 今天一開始我們帶你來關心的是 警察為什麼不願用槍 為什麼不敢用槍 在今天基層就很心寒的說 警洩條例修正草案 已經躺在立法院兩年都沒動了 我們蔡英文總統在今天出來呼籲說 我們趕快修法 我也不知道我們總統在呼籲什麼 這個修法已經躺在立法院 民進黨又是多數 你馬上就可以排進會期了 你呼籲社會什麼呢 應該呼籲你們自己民進黨吧 我們來聽盧秉承在今天的說法 過往在警察用槍的時機上面 難免會有些警察擔心後面的這個責任 而這個後面的責任的考量 在原來的條文裡面 可能還不盡明確 所以現在條文寫得很清楚 就是依國家賠償法的程序來處理 國家負第一次的責任 而且規定這個執勤的援警 在使用警械所造成的這個人民的傷亡 只有在出於故意的行為 出於故意的行為才求償 過失不求償 這個跟國家賠償法不一樣 好 我聽不太懂 他說國家負第一次責任 如果不是故意的話 國家負第一次責任 我不知道什麼叫第一次責任 因為開槍 我們如果開四槍 換言如果破公 頭兩槍可以 後面兩槍 不應該開 假設因為很多案子是這樣 我們在今天也會講一個例子 事實上也有原警 連開了四槍之後 法院說前兩槍是可以開的 後面兩槍是假開的 那國家負第一次的責任是 只負一槍的責任嗎 實際力署嗎 所以為什麼說兩槍 這個修法我聽不太懂 因為它規定的警械使用條例裡面 一定要對空名槍 這就佔了一槍了 好 那就直接 他指的應該是開槍的第一槍 然後你再對著歹徒 那麼警械使用條例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他說當可以停止 那個應該停止使用警械的 原因消滅或是行將消滅 行就是行為的行 將是將軍的將 行將 什麼叫行將加滅 就是說當你警察說不要動 槍放下 刀放下 對方真的有把刀放下 但是坦白講以我們的實務經驗 有一句話兵不厭詐 他是假裝配合 但事實上又拿起來了 你怎麼辦 那我原 我對不起 我打岔 那像解那個案子 對 他當時歹徒 他對歹徒開了四槍 對 那法院就說了 前兩槍你開了之後 已經打到他大腿了 所以照理說你這樣可以了 你為什麼還要打後面那兩槍 好 就是因為這樣判了他 要賠一百多萬 我先講這個案子 很多民眾可能不知道 這個我們在警戒這麼久來講 我們的學長學弟 誰去接觸到什麼樣的案子 你剛剛講李央極這個 他現在是我們刑事警察局 國際科的科長 所以他很沒用 對…因為最近你看前浦寨 他國際科就負責這些那個 那麼他在民國九十年的時候 雲林有一個立委叫許書伯 他的服務處大滿被開槍掃射 那麼刑事局就負責 偵辦這個重大刑案 我問你 行事局在辦槍砲的 要去抓這個人明知要是槍砲的 你還帶槍去嗎 當然 對 它是槍砲的 而且聽說對方掃射 是用烏絲衝鋒槍 這個是火力很強大的 所有的槍砲的知道 這個人出門都第兩槍的 第兩槍 他說夜來槍腰叉兩把槍 夜來槍腰叉兩把槍 都叉兩把槍 所以說看到他向你來的時候 槍腰叉兩把槍當初很急的時候 他看他有那些動作才後面才補 其實上我們常講 在這種狀況書本裡面怎麼樣講 但是實務上他是活的 你不能就這樣子認定 所以他情急之下開了四槍 你知道這案法院的纏頌 對方拒絕 槍書雖然沒 沒也沒辦法 因為輿論的壓力 但是現在所有的警察開槍的案子 他們都會加告一個民事 民宿啦 那民事賠了一百多萬嗎 好 民事第一庭判二十五 第一庭判二十五 但是我們這個李央吉 我們這個學長很有個性 因為他說我做警察 我合法在開槍 我還要拿我的錢來給妳 arg 不先 他就bink 後來他又上訴 他上訴 本來第一程是判二十五萬 他自己上訴 上訴到二程 改判一百零零幾萬 那法院的判決是說 你打了兩槍 已經打中他大腿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你已經可以阻止他了 你不需要再開後面的 第三槍 第四槍 對 換言義俗是這樣嘛 但是我們剛剛的意思是說 國家說 我們現在修法的方向是 我第一次責任國家扛 對 我來互戒 所以意思是不是說 如果你開的是第一槍 當時你開的第一槍 國家負責 但是你後面要是第二槍 不應該開的 國家就不負責 是記得義俗嗎 其實喔 你說說第一槍 第二槍 我請問 他要跟你拼的時候 他腰就剛剛教官講的 他腰有兩槍 大腿打下去手能不能動 他槍能不能拿起來跟你對打 所以你這種槍術 我覺得這個槍術其實要好樣 我們如何判斷 我們開幾槍 他沒有反擊能力 我到底是開兩槍剛好 還是三槍剛好 還是一槍剛好 所以國外有一個理論 警察在現場怎麼判斷 對 那個其實很難 國外有一個理論 因為國外 他們那個尤其是那個 警察攔車 發現對方有槍 而且對方已經指著你的時候 請問警察是開一槍 會看到你有中嗎 再開第二槍 沒有他都怎麼開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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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這樣開過 這個叫打蛇理論 什麼叫打蛇理論 打蛇理論 就是敲一下 弄一下你懸著你呼吸不 後空兩個 married 你cha那個人 打蛇… Pis 打幫著閉 Θ 關鍵 氣引起火 這個也是那個打蛇理論 所以有時候他們警察 受到那個緊急狀況 人會亢奮 而且我根本沒有辦法判定 你到底有沒有板擊能力 所以他的下意識 跟他的用槍的認知 只要你哪槍對我有危害 也許那個槍是假的 也不慣 所以我有一次在美國的時候 我去探訪一個老師 然後我就車子停在旁邊 然後他們對於那個 社區外來的車輛 外來他們就很注意 然後就報警了 因為那時候我在那邊念書 結果警察來了 槍就拿出來 Freeze Freeze 你來聽不懂 又給它冰凍 冰凍 你不可以叮噪 有的那個外國學生聽不懂 他就說 我以為要拿證件給你 他以為你要掏槍 他就可以開槍打你了 而且不一定是打一槍 所以他們打折理論就是說 講到你不叮噪 不叮不叮 但是人有一個 真的沒有辦法判斷 那個亢奮 所以年輕的員警 一亢奮起來以後 差不多想救差不多四五千 除非你要確定 你只要打到腳 請問他手能不能開槍反擊 這個情形是很難說的 所以我們的長官說 叫警察大膽用槍 怎麼大膽 問題是怎麼大膽 你現在剛好就要修法了 事實上 警協條例躺在立法院 躺兩年了 民進黨是多數 他隨時可以修法 他躺在那裡兩年 現在出了事才說 要趕快修法 呼籲社會 趕快修法 呼籲民進黨不要呼籲社會 你呼籲你自己吧 那個主持人要補充一下 他這次的修法 我好像知道有請一些學者 來參與制定這個修法的法律 是 但是有些學者 應該是連槍都沒有摸過 他不曉得我們基層員警 在第一線遇到了什麼狀況 那個主持人你想感受一下嗎 感受一下 我們哪一個 不是 我們哪一個情境模擬好不好 情境模擬 妳是一個漂亮的女警 那我就站在這邊 那妳要盤查我是不是要靠近我 當然 那請妳向前要我試試 妳確定我要演漂亮的女警嗎 對... 我可以演女警 可能不能不能演漂亮的女警 那妳要向前上我盤查 要我出示針見 我會配合妳 好 來 請妳說 我覺得妳這個人怪怪 妳是不是正常給我看這個 好 來 我正常給妳 我剛才看到妳這樣走路夭夭 然後晃晃 如果這次刀妳怎麼辦 我也來不及拔槍是不是 來不及了 因為昨天阿神在說 晉升的時候 刀會贏了 所以如果我發現呢 比如說妳走路夭夭晃晃 可能像吸毒 喝醉酒等等 我要盤查妳 一晉升都有隨時可能會有 被控制的危險 只要一晉升的話 一晉升 歹徒 那個被盤查人有歹念 檳榔刀什麼刀拿出來妳跑不掉 妳槍根本拔不出來 那這支槍要拔出來 那是賣服嗎 賣服 要多少 但是我們剛才說的是 要怎麼大膽 賣服嘛 不敢拔 不是 路上賣服也不一定敢拔 現在要怎麼大膽 槍拔出來 妳幹嘛偷槍 被檢舉 被投訴 不是 偷槍也會被檢舉 配得投訴啊 過大 我認為過大 妳真的嚇到我了 現在的警戒使用條例 就是有 現在警戒使用條例 是嚇到民眾也不行就對了 沒有很確定說 我現在持有攻擊性的武器 對不對 然後或是說 我知道妳是一個查普逃犯 妳不能 去有這個使用警戒的動作 妳要很確定說 我現在手持的比如說刀子 或是說我是查普逃犯 所以妳要確認我有武器 妳才能夠掏槍 掏槍 那來不及了 其實是來不及了 對 那我們是差不多 如果要確認對方有武器 才掏槍 其實也來不及了 所以這一次修法 確實要好好修 什麼叫大膽用槍 怎麼大膽 我們基層遇到的就是這樣 近身在盤場 所以長官很多的用詞用語 對我們覺得 像我們處理群眾事件 那麼上面下達一達指令說 以委婉的態度 不發生衝突為原則 對 我看了這兩句話 我想了老半天 以委婉的態度 以不發生衝突為原則 所以態度不夠委婉 發生了衝突 你有責任 阿官 我相信妳應該知道 以前有一個叫洪旭隊長 殉職嘛 是 他們在圍捕米國泡 從黑暗中跳下來 好像認為這個人很重 趴在那裡都不動囉 結果隊長走過去了以後 他翻身過來一槍就來了 那我也有食物的經驗 我處理過一件殺人案 就是一個精神異常 他懷疑 你送來給我吃都有下毒 所以他準備兩把菜刀 等你送來吃了我就砍死你 砍死了以後 我們警方接到報案去到現場 是不是現場死了一個人 是 血流滿地 那個人還是持雙刀 那他就開始往 警察要抓到衝 樓梯 樓梯 我們知道樓梯間沒有開燈的話 是暗暗 然後他要衝到頂樓的時候 我們從隔壁這樣包過來的時候 在黑暗中 砍的一聲 都沒有動靜 你要不要去看看到底他中了哪裡 當然 所以說這些長官怎麼第一槍 或是兩槍 很多的情境 那種情急之下 我實務經驗 我遇過我的學弟 我帶他出錢 遇到一個專門偷保險箱的集團 他晚上抓一隻馬鹿這麼大隻 朝警察攻擊 馬鹿 馬鹿 鐵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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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鞋 他拿那隻朝警察攻擊 我罵學弟說 他朝正面跟你攻擊 你為什麼不敢開槍 這個學弟給我罵那一次 隔天他跟我出勤 看到了槍拔起來就開了 我嚇一下你知道 昨天我才罵他 他今天跟我出門 就大膽用槍 真的是大膽用槍 但我實際要凸顯就是說 很多的情境 不是長官在辦公室裡想的那樣子 因為所有我面對的歹徒 修法什麼叫做第一次國家抗 對 你這一次的槍擊案當中 第一次國家抗 你如果是開地理請你要注意 其實我的感覺就是說 這個警線使用條例 不管怎麼樣來講 只要是殺害我們執法人員 我覺得根本要給警察一個隱形防彈衣 就是唯一死刑 像以前怎麼解我 想解唯一死刑 只要你殺害執法的警察人員 就是唯一死刑 那麼對警察來講 真的這種防彈衣 比那個 這種食物 他都知道 他也是經歷了殘送多久 殘送流年 對 他剛剛講的 基層的聲音要多聽聽 好 所以我們今天為什麼特別請 張元錦來最主要是因為 難怪警察不敢用槍 在今天新聞標題 特別談到了他的案子 說到九年前 他指的就是張大哥 他擊斃了飛車賊 結果這一場官司 讓他殘送六年 你可不可以講講 那一次是怎麼回事 我們有畫面 在今天張大哥 獨家提供給我們節目 這是從來沒有曝光過的畫面 我們來還原當時的情況 來還原當時的張大哥 不開槍行嗎 他要怎麼控制他開幾槍 我們來看這個畫面 你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這部車是誰的車子 這部車是當時那個 飛車賊 飛車 那個是半顯的車輛 黑色是半顯的車輛 對 他已經衝進人群 撞到十噸之後停下來 我有再跑過去擋在他拔槍 喝一拿下車擋在車前面 他衝到人群 所以他是已經開上了人行道 他是已經 這是人行道 沒有錯 這個是 那時候當時那個七七情人節 西門町 又要出口 這個西門町很多人當時 開槍的時候 人群散開是槍已經開完 所以現在散開是槍已經開完 然後人群都精散了 他車子慢慢後退 那時候我就持槍警戒子出來 那他開上人行道 這個有沒有衝撞 有啊 衝撞 我記得那時候 這個畫面之前 有一個民眾想 閃避不只有他東西砸破他的車窗 不是 前檔屋玻璃 前檔屋玻璃 有民眾砸他的前檔屋玻璃 所以表示他其實開上人行道之後 也是有民眾 有衝撞 有衝撞的行為 那這些這麼多人 如果再讓他衝出去的話 那時候我有跟法官講一句話 可能全台北市的救護車 一次來載不完 好 所以現在民眾跑出來 散開了 散逃 是因為當時現場已經開張了 車子進去了 車子進去了 我人家跑進去 那時候穿白色衣服夏天 白色衣服的事情 我看不太清楚 因為現場人很多 可能要再倒帶一點 要慢慢播放 所以這個監視器畫面 是比較遠 但是我們看到民眾有 這個已經開完將出來了 民眾散開的部分 有驚慌逃脫的地方 跑掉的那個畫面 好 所以當時 就是這個畫面 所以當時 好 我看到你了 我看到你對不對 就是當時這個畫面 車子 就是我們 我們學長講的 這個 它已經危害了 危害的情況已經消滅了 那你當時開了幾槍 開了兩槍 開了兩槍 朝副駕駛座右前輪方向 開了兩槍 那 不 所以你主要是要打輪胎對不對 你當時的想法是我要打輪胎 因為 車子有速度就會造成傷害 那你再讓它衝撞出去 好 這是當時衝撞的 監視器畫面 所以它確實 對 才能人行道三面衝 我在後面你再追 而且衝撞到行人對不對 在這種情況之下 前面那個影片的話就有 好 那員警呢 就開了兩槍 而且這兩槍是 不是 這是他住處藍四角那邊 藍四角的同時要去圍捕他 他衝撞出來 然後一路亂撞撞撞撞 我們西門町 那張大哥你那時候開兩槍 你的目的是希望他那個車子 手後爆胎停軟對不對 再來處理嘛 只要車子停下來 就不會造成傷害 好 但為什麼會打到他致死呢 跳 我們那個部分只是經過那個 彈道 彈道鑑定的部分 彈道先拉出來 我朝沒有人的副駕駛座 又前輪開了兩槍 輪胎有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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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車子是在移動 彈道一定會改變 所以一顆子彈 剛好 跳彈 不是 打到他前擋風玻璃 腳腳進去 跳彈 我們只算跳彈折射 跳彈 就是有一顆子彈打到輪胎 輪胎也真的破了 另外一顆子彈打到 前擋風玻璃射進去 跳彈 射進去 然後跳了之後打到駕駛 對... 那我一開始是朝沒有人的 副駕駛座 你是朝副駕駛座 又前輪方向開 那車子再移動 你要 你要輪胎 車子再移動 那彈道線都隨時在改變 提高或降低 我們講彈左點 車子再移動 你們可能這樣比較聽不清楚 好 賴 我理解就是反正車子再移動 不可能斷得準就對了 所以說 就是有一些法官可能 他們的認證就是說 這跟昨天我們講的業績案一樣 業績案當時也是車子在動 對 後來他打到那個人的動脈 法官就說 你怎麼可以斷到動脈 你不能打到動脈 你只是要讓他車子停下 他說車子在動 我怎麼知道剛好打到他動脈 這個真的不好抓 即使你最精準的舉起手 你還沒有辦法 Tayvon 007來打不一定打得準 而且 對 而且我們拿的是短槍 拿的是短槍 對 我們在 現在很基層的就是說 很煩惱 遇到 不懂 槍械的法官怎麼辦 我那個在開庭的時候 不懂槍械的法官 我在開庭的時候 短槍的意思是 短槍代表的意義是 你先聽我講 在開庭有一個法官問我說 你開這兩槍 如果第一槍你發現沒有打到 你為什麼不調你的準心跟灶門 在那麼緊急的情況之下 我還有辦法調準 車在動 車在動 怎麼調整準心灶門 我們的那時候是使用 法官問他 你第一槍沒打到 你為什麼不調整你的準心跟灶門 問題是我們那時候使用是90手槍 那準心是死的 灶門也是死的固定的 固定的 它不是長槍 對 那如果你是步槍長槍的話 它準心可以調 上下灶門可以調左右 那你不懂槍 我想說現場沒有時間調 其實你根本不能調是不是 對 不能調 那也沒有辦法讓時間調 那如果我聽到 法官這樣問我 我心冷了 糟糕了 糟糕了 不懂槍的法官 我這槍可能暖暖 平衡是什麼意思 不過關就對了 對 可能判決了 不樂觀 判決了不樂觀 不樂觀 所以說 我們訓練是足夠的 但是你的狀況 不一定是 有些學者或是長官所講 我們剛剛像是 你靠過來盤查 靠近 一靠近的話 刀子拿出來你卡跑不掉 那趙大哥你剛剛講短槍 短槍跟你在氣胸的過程 會有影響嗎 不會 不會 因為我們 智慧性的 智慧性的 我們不是像軍人 他步槍去攻擊性的部分 那現在 軍人開槍 有可能會有殺敵 所以 跟短槍長槍沒有關係 對 跟準星也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你應該會有殺死的 還要死的 還要死的